俗话说,明枪一躲,暗箭难防。在明处的风险和坏事,可以积极防备和应对,把损失降低到最少,在暗处的风险和坏事,才是令人防不胜防的,也是可恶至极的,老祖宗告诉我们,善有善报,恶有恶报,不是不报,时候未到。 躲着暗处的坏人,迟早有一天,会被揪出来,绳之以法,处于暗处的事情,也会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,真相大白,人这一生,多行善,多积德,以下五件事不要做,不要等到恶报来了,才醒无过来,要知道,恶果来临。 毁之晚矣,不做暗中算计别人的事情,知人知面不知心,你和别人交往的时候,有没有遇到阴暗的人,比方说,在饭局上,某个人一直不作声,当你喝了很多酒之后,他才站出来,想方设法向你灌酒,让你喝醉,或者趁你喝醉的时候,他就和你谈生意,还故意录音,留下铁证,希望你堂堂正正做人,不要背后算计别人。 这个世界,本来的阳光灿烂的,但是有的人,却躲在暗处,观察这个世界,冷不丁就冒出来,伤害别人,这样的人,就像一只硕大的蚊子,不知从哪里冒出来。 狠狠地咬人,既然你对这样的人深恶痛极,那么你就一定要做一个阳光的人,做人,身上带着阳光,就不怕黑夜的来临,不管多黑的夜晚,你都可以为自己点亮一盏灯, 学会为自己点灯,就是行善积德,如果每个人都像你一样,做心中有光的人,世界就会进入温暖的春天,哪怕是身处冬天,也不会感到冷。 不做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事情,有的朋友,你和他喝酒聊天的时候,他一直面带微笑,但是两个人不在一起的时候,他就暗中捣鬼,借用你的名义做坏事。 比方说,你是某个项目的指挥官,你的朋友就借用你的名义,把一些子项目承包出去,他从中捞好处,万一事情败露了,他就把责任推给你,他却逃之夭夭。 有的人昨天答应了和你开展合作,合约都拟好了,但是今天他就反悔了,导致你蒙受损失,你准备好了合作的事项,还花了不少钱,他中途变卦了,你只能自认倒霉,自己承担损失。 有的人拍着胸口说,你放心,这件事包在我身上。 可是过了很久,他都没有把事情办妥,你找他的时候,他却说,哦,抱歉,我把这件事忘记了,你真的是哭笑不得。 人心隔肚皮,你你真的不知道别人心里在想什么,下一步要做什么,人与人交往,要知根知底,坦诚相待。 因此,你以后,不做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事情,要坚持心口一致,说到做到,你的言语很靠谱。 你就是在引领社会正能量,不做借钱不还的事情,借钱不还的人,多半是和你很亲近的人,如果是陌生人,你根本不会借钱给他,俗话说,房来房去,家贼难房。 那个借钱不还的人,就是你家里的盗贼,曾经是你最信任的人,真的房不胜房。 我的三叔,辛辛苦苦一辈子,有了十多万存款。 去年二月份,三叔的表弟老张在东广开电子厂,到处借钱,老张找到三叔,说了一箩筐的好话,还一边说一边抹眼泪,差点给三叔磕头了,三叔很善良,见不得别人掉眼泪。 就借了八万块钱给老张,不知是什么原因,老张的电子厂一直没有办起来,但是借来的钱也不见踪影了,很多亲戚朋友都向老张催要欠款,可是老张一拖再拖,逢年过节也没有回家,三叔的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讨要回来。 借钱不还的人,多半是内心阴暗的,他也许早就打定主意,尽管借钱,不管还钱,也许他就是一个骗子,想方设法欺骗亲戚朋友,希望你不要做借钱不还的事情,不要透支社会的善良,做一个有借有还的人,你的人生,才会越走越顺,遇到的贵人越来越多,不做挑拨离间的事情。 昨天,在我住的小区门口,张大爷和两个六七岁的男孩在嘀嘀咕咕说话,隔一会,两个男孩分头行动,把街边两台电动车推倒了,后来,这件事被小区的保安发现了,保安问张大爷,你为什么要这样做?张大爷说,你没有看到吗? 这两台电动车,把路口都堵了一半,挡住了行人。张大爷的行为,让人费解,我想了很久,我明白了一个道理,张大爷看不惯别人心买了电动车。 自己不好意思去搞破坏,就教唆两个不懂事的孩子去推倒电动车,他的行为太阴险狡诈了,有的人自己躲在幕后,却喜欢教唆别人犯罪,有的人故意制造混乱的局面,自己从中获利。 有的人喜欢挑拨别人的关系,他就在一旁看着,坐山观虎斗,这样的人,让人防不胜防,非常可耻。 希望你不要做挑拨离间的事情,不管是谁,都要用一种平和的态度去对待,不要惹是生非,努力让社会变得安宁,你就是行善积德,不做冤冤相报的事情。 有人说,君子报仇,十年不晚。有人说,冤冤相报何时了,放下仇恨,一了百了。 你到底要听谁的,才是对的呢?聪明的人,懂得权衡利弊,不要计较迎头小利,不要把仇恨装在心中,放过了别人,其实是放过了自己。 俗话说,远亲不如尽力。但是有的人,常常和邻居吵架,闹得两家人都不开心,吵架的原因,都是一些小事。 比方说,门口的垃圾袋没有放好,没有及时清理,邻居吵架的次数多了,就会互相记仇,互相搞破坏,每天都过得不安宁。 仇恨就是心中的杂草,你不拔除掉,心灵就会杂草丛生,令人窒息,要是父辈的仇恨,延续到了儿女这一代。 那么就是几代人都被仇恨控制了,都会活得不安宁,聪明的你,一定不要记仇,一定要学会感恩,明人不做暗事。 堂堂正正做人,踏踏实实做事,光明正大行善。 你的生活就会越来越幸福,多行不义必自毙。 多行善,多积德,问心无愧,福气自来,不要什么请求都答应别人,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。 这句话告诫我们,不要强迫别人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,但反过来,我们也不能因为过于善良而什么请求都答应别人,有时候,过度的善良会让我们成为别人眼中的软柿子,任人拿捏。 在电视剧《甄嬛传》中,甄嬛最初就是因为太过善良,对宫中的每一个人都抱有好感,结果却被陷害,被利用。 直到后来,他学会了拒绝,才逐渐在宫中站稳了脚跟,这就告诉我们,在适当的时候说,不,其实是保护自己的重要手段,不要无底线地原谅小人的背叛。 背叛是人性中最恶劣的罪行之一。 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曾如此警示世人,当我们遭遇小人的背叛时,心中的痛苦和失望如同被利刃刺穿,但更关键的是,我们如何面对和处理这种背叛,无底线地原谅,就像是在伤口上撒盐,不仅无法让伤口愈合,反而会让小人觉得我们懦弱可欺,从而自以妄为地伤害我们。 在生活中,我们有时会遇到一些总是利用我们善良和宽容的小人,比如,我有一个朋友,他曾经多次帮助过他的一个同事,甚至为了那个同事的工作失误而主动承担责任,可是,同事却并不感恩,反而一次次在背后散播他的谣言,破坏他的声誉,所以,面对小人的背叛。 我们千万不能因为一时的宽容而失去原则,不要接受以感情做筹码的要挟,感情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之一,它不应该被当作筹码来要挟。 当我们遇到那些以感情为要挟的人时,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,不要轻易被他们的话所动摇,否则,我们可能会因为一时的软弱而付出沉重的代价。 在电影《教父》中,主角维托,唐克里昂就曾经面临过这样的困境,他的敌人试图以他的家人为要挟,逼迫他做出一些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情。 然而,维托,唐克里昂并没有被吓到,他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化解了危机。 维托,唐克里昂的故事告诉了我们,在面对以感情为要挟的人时,我们一定要让他知道,感情是不能用来要挟你的,你不会为之所动,被对方强人所难时,不能软弱,在生活或是工作中,当我们被对方强人所难时,如果你一味地软弱退让,就只会让对方更加嚣张。 在书籍《人性的弱点》中,作者卡奈基曾经提到过一个例子,一个性格内向的人在工作中经常被同事欺负和排挤,他因为害怕得罪人而选择了沉默和退让,然而,这种软弱并没有让他的处境得到改善,反而更加糟糕了。 后来,他鼓起勇气向领导反映了这个问题,最后得到了领导的帮助和支持,这个例子告诉我们,在面对强人所难的情况时,我们不能过于软弱,要学会勇敢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和选择,遇到太过分的事时,不能太过软弱,忍无可忍,无需再忍。 当我们遇到那些太过分的事情时,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地退让,那就只会让对方更加嚣张,甚至还会让我们陷入更深的困境中。 在电视剧《狼牙榜》中,主角梅长苏就曾经面临过这样的困境,他因为被陷害遭受了无数的白眼和欺凌,然而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,相反,他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从绝境中复生,以谋视身份返回朝堂,辅助皇子萧景衍,最终登上皇位,并为自己和父亲以及当年所统帅的七万赤燕君洗血缘区,恢复明解。 这部剧告诉我们,即使我们遇到再过分的事情,也不能过于软弱,要学会用智慧和勇气来维护自身的权益,总之,在人际交往中,我们要学会在适当的时候说不,要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来面对和处理各种复杂的情况,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在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中保持自己的尊严和地位,不让坏人得寸进尺。 最后,我想说,一味忍让宽容,只能让人觉得你好欺负,善良,要有底线,你若好到毫无保留,对方就赶快到肆无忌惮,以德抱怨,何以报德,请记住,不是所有人都配得上你的善良。 或许多谢您的 stimul观点 或许多谢您的支持